如果让你连续禁食7天 身体会怎么样 微妙的变化或超乎你想象 1944年 美国为了补充二战战场上的兵力 把一群不想去前线送死的年轻人 送去参加了饥饿实验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真切地 感受欧洲难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实验开始时有36个人 实验结束后就只剩下32个人了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就跟着探索军一起看看 人连续禁食7天会怎么样 探索军提醒大家 不吃饭是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哦 美国人为了不上战场 宁愿挨饿或者被送到精神病院去 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50多年前为了逃避兵役 找医生开了一个诊断证明 说自己的脚上长了鸡眼 饥饿实验开始的第一周 每个人每天都要跑35公里 跑完之后 他们的心里就想着一件事 吃 但实验的宗旨就是让他们感觉到饿 饿到撑不住了上战场 三个月过去后 每个人的脸上没有了一丝生机 看起来就如同行尸走肉一样 饱腹之欲得不到满足时 就只能在跑完35公里以后 躺在草地上犹如等死一般 六个月时间一到 实验结束了 一个个刚被送进去的时候 体重都在70公斤左右 送出来的时候只有45公斤了 消失不见的四个人 有两个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还有两个永远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从饥饿实验中幸存下来的32个人 被放出去之后 就跟疯了一样 看见什么都想吃 就算是吃吐了也不愿意停下来 没多久 他们的体重就恢复了原始数据 胃口也大增了不少 但我们现在生在和平年代 不会闹饥荒 也不用上战场 不需要让你承受半年的饥饿 而是近17天不吃任何东西 你觉得你能坚持下来吗 一个人连续7天不吃任何东西 光靠水能够活下来吗 2008年汶川大地震 一位名叫陈仁平的老人 因为住在山腰上 地震来临时 他没来得及逃跑 被压在了房屋废墟里 靠喝自己的尿坚持了170个小时 相当于7天2小时 人在绝境的时候 求生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探索君提醒各位 近17天的挑战不要轻易尝试 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 当你开始近17天的挑战的第一天 你的身体并不会出现什么变化 年轻人总有废寝忘食的时候 你的心里可能还在想 明天是不是得瘦个两三斤 毕竟一天没吃饭了 但是身体的运转是需要消耗能量的 所以你体内的糖原就被分解 转变成能量 向你的大脑以及肌肉组织 不断地传输 只有输出没有补给 你体内的葡萄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一天过后 你体内储存的能量就会消耗殆尽 第二天起来依旧不能吃任何东西 只能靠喝水缓解你焦虑的情绪 但凡有个人惹到你 你就会发怒 情绪难以受控制 然而感受到饥饿 仅仅是个开始 进食挑战进行到第二天 由于你的体内没有了足够的葡萄糖 可以消耗 身体内的细胞组织器官想要获取能量继续运转 让你活下去 就只能分解脂肪了 从而让你的身体进入同症阶段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两天不吃 就能瘦下了一大圈的原因之一 进食挑战的第三天 你已经有点无精打采了 大脑所需要的能量 被分解的脂肪已经难以满足了 于是蛋白质就要上线了 为大脑和肌肉组织填补漏洞 蛋白质化身为氨基酸大侠 干到前线 成为你身体急需的葡萄糖 这个过程是会变瘦 可是你的身体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痛苦 人连续进食七天 身体会变得怎么样 为了避免你被饿死 蛋白质演化成葡萄糖后 会一边给你的身体补充能量 一边吞噬已经破坏掉的肌肉群 在食物的欲望还没有被满足时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对于性生活的渴望力度也大大下降了 随着脂肪 蛋白质 葡萄糖的不断消耗 人体骨骼的密度也在慢慢下降 此外 女性的月经周期也会推迟 毕竟身体机能还是有调节功能的 避免你再流血过多 最后坚持不下去了 终于来到了进食的第七天 不吃东西就没有矿物质和蛋白质的供给 身体的免疫系统也会陷入百烂的状态 病毒和细菌就会肆无忌惮地进入你的体内了 进食七天 瘦是瘦了 可身体也越来越虚 动不动就会生病 要是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的人 突然整这一出很有可能会丢掉性命 而坚持到最后这一天的 只能说你的身体太顽强了 为了让你找到一线活下去的生机 可是把所有能够转化成能量的东西都用上了 七天进食期结束后 探索菌提醒大家 慢慢地恢复饮食 千万不要暴饮暴食 更不要因为长在身上的陈年老肉掉了 心里想着再坚持个把月 绝对是不行的 因为人类在进食的情况下 超过两个月 心脏就会提前罢工 让你就会陷入死亡状态 不过坚持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 脂肪囤积量和喝水量 才是维持进食的关键 在日本的佛教中 有一种坚持进食两千多天的极身佛 实际上就是信奉日本佛教的人 为了从普通人变成极身佛 会坚持不吃东西直到死去 然后被风干成为一具木乃伊 两千多天后 就能如愿以偿地变成全身舍利了 这个过程是十分血腥 痛苦且漫长的 我是探索菌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了